19世纪中,一股新力量在英国崛起 女性走出封建的牢笼 为了争取应有的基本人权走上街头 捍卫女权这条路艰难万分 政府强行打压,警员暴力驱赶 当年的英国女子依然不畏惧强权 经历了流血事件,抗争半个世纪之后 女性终于在1918年首次获得投票权 今年是英国女权运动胜利的100周年 但是女性想要的平等待遇 至今都还没有实现 今年来世界各大新闻平台 冲刺着各种性侵和性骚扰事件 政坛,影坛,体坛,商界,无一幸免 而且同工不同酬 更是凸显女性被打压的现实 他们会说,实际上,100年后 你还在这种战争 还是有这么多需要做的 所以他们会鼓励我们 我认为他们会说 你不要只是承认我们在哪里 因为我们可以变得更多 我们可以变得更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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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社会和经济 如果女性和男性 都可以做什么 他们都可以 如果女性都没有 分析 让学生了解今天的这一切得来不易 英国新一代女性认为 十下青少女不应该当宅女 不能忽视100年前的女性先辈 辛苦打破封建 走出家门的革命史 他们相信女性的能力不输男性 有时候甚至比男性更能干 虽然目前捍卫女权的路上 还有很多阻碍 但是这些偏见都无法阻碍女性 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